蘇慧熊說寶可夢使用預借現金會扣很多嗎 如果您在跟銀行往來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最扣分的就是使用到循環信用利息 然後再來就是預借現金 還有您如果有申辦現金卡來做使用 這都是大大的扣分 所以您要特別注意 如果您想要在將來申請貸款 或者是房貸、信貸之類的 您想要有比較低一點的帕數 貸款程度高一點 您在申請貸款之前的半年 您的信用卡的繳款算是全額繳清 然後就是說盡量把分期都把它繳來 不要有分期的帳在上面 您這樣子的話 您去申辦貸款 征省他們拉下來他們看 會給你比較高的分數 這個您要特別注意